音樂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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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跟我媽 他們其實剛開始 自己出來種的時候 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知識沒有那麼發達 然後我們 就一年一年的改進 我其實也不排斥做這些工作 因為看著他們辛苦 我從小也是就在家裡幫忙 那他們的辛苦我都知道 所以我就大學畢業我就直接回來玩 我們這邊是靠厚隆溪 以厚隆溪來灌溉我們的芋頭田 那厚隆溪灌溉的水 富含有石灰質的水 然後還有它以及多樣的礦物質 才種出這麼香這麼Q的芋頭 芋頭生長環境大概的溫度是18度到28度 這是它的生長環境 所以冬天來了 我們的芋頭就會開始 以休眠狀態這樣子慢慢錄影這樣 芋頭感上我覺得比較Q 就是比較有可以咬它的那種感覺 然後也會鬆 因為咬下去它就會鬆了 然後香氣的話真的是很香 有分前期中期跟後期 前期的話我們前三個月 就是泡著水這樣子去種 那偶爾去給它曬一下 就是停止灌溉 然後中期就是可能兩三天 兩三天我們就要來放一次 然後要把水漏掉這樣 大概18天灌溉一次 後期的話我 久久才放一次水 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麼在成長了 就沒有需要去再去灌溉它 後晚就是種水稻人 大概就是過年的時候 二月多 所以我們要種植水稻來養人 稻子收割完我們才可以去種芋頭 因為有一種輪作的關係在 我們苗栗這邊 開始採收是中秋節 九月底 差不多九月多到過年都還會有 十二月 是真的是最好吃的時候 因為已經成熟了 然後休眠狀態這樣子 芋頭的粉質就很夠 就會很像 秋節 有些人會懶得去濕地 就會這樣滴一下 就像這種都是可以拔的 對對對 可以滴一下這樣子 這樣就起來了 對 其實很輕鬆 以整區來講 它有葉子比較矮 矮下來的時候 就開始可以去拔它 可以去採收它 看要怎樣分辨是好還是壞 夠白 夠白也是一點 那這樣子就去比較的出來 是紫色比較多 含水分比較多 它含水分比較多 你這樣去比較 就看起來濕濕 所以有時候會有難吃的部分 就是很正常 所以我都是做到很乾淨給我的客人這樣 主要通路的話 對 就是很雜 因為我包花 我自己也有在自己領送 對 它就會變得很雜 我有餐廳 有甜品店 也有做麵包的 還有芋頭餅 然後豆花的車輪餅 有關芋頭的其實 我的客人都有 餡料啊 對 我的客人都有 所以一般民眾就是先透過電話來 預訂說 就是民眾可以直接跟你買 不用透過其他朋友這樣 對對對 直接 對對對 然後經營粉絲專業這樣 可以到粉絲專業購買這樣 好 就算了 你會不會說 好 大路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好